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天大的喜训 喜训接连不断 大家看 像印度 像台湾 敢站在中华联盟共和国 中华民族的对立面的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败类 还是我们的邻居 只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就没有好果子吃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什么状态 西方其实也是 那我说过 这是一个邪不压阵的一个时代 现在又有一则好消息出来了 什么好消息 还记得有个重庆的一个小伙计 叫什么王静玉的 这小子大家还记得吧 大家肯定没有忘记这个人 这小子在中印边境冲突当中 我们几位阵亡的阴烈 当我们沉浸在悲痛中 在哀悼英雄的时候 这小子 口清啰啰 在这个海外 想要搞到美国绿卡 实际上这小子他不在美国 这小子他是在这个巴尔干半岛 好像据说是在塞尔维亚吧 还是克罗迪亚 就是在巴尔干半岛 反正不在美国 这小子说他在美国 说他有美国绿卡 其实这小子他就想留在国外 想走刘大圣那样的道路 通过一鸣金人 一飞冲天 像串天猴一样的空中爆炸 解体 这样一个过程 这小子 为了一个美国的绿卡 为了想拿一个美国的国籍 为了一个美国的政治避难 不惜充卖自己的祖宗 充卖自己的爹妈 那么大家说 老B你说的这些大通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据传统反华媒体 德国之声报道 王静瑜至于中印冲突 被迫流亡 传恐遭遣返回中国 也就是这个小子 现在在阿联酋被捕了 德国之声中文王 19岁的中国公民 王静瑜 今年2月底 曾经在微博上质疑 中国官媒报道 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冲突中 丧命人数的真实性 并批评中国共产党 被中国当局通缉 下令他在三天内回国 他在海外流亡数月以后 20日传出他 尼斯在4月5日 从Duba 转机飞往美国时 被当地警察拦下 并关进了监狱 他的朋友向德国之声表示 当地聘请的律师 没有任何与王静瑜案件相关的信息 而他现在可能面临被当地政府 以侮辱宗教的罪名 遣返回中国 他的朋友表示 虽然在阿联酋聘请的律师 向法院申请让黄静瑜保释 当地法院也同意了 但是警察局 仍以要将王静瑜遣返回中国 为理由不释放他 根据德国之声收到的文件截图 阿联酋当地警局 是在4月11日 建立一个与王静瑜相关的案件 德国之声目前无法 单方面证实案件 所有细节的真实性 事实上 那么德国之声 他又造谣了 说批共产党被抄家 事实上 王静瑜事件爆发后 他在中国的父母 就遇到了麻烦 他在今年3月1日 接触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在我发表第一条评论 不到20分钟 重庆当地派出所的 三名警察 与自称国安警察的 不明人士到我家 进行抄家 并逮捕我父母 当天晚上 他把我父母扣押在 派出所5个小时 到凌晨接近1点钟 采访他们回家 事发后的第二天 跟第三天 王静瑜称 警察都是上 早上6点或7点 就把他父母带去派出所 关在审讯室内 但不问话 一直到晚上 六七点 才放他回父母家 他说 连我父母回家后 他们都会有一个 男警察跟女警察 对我父母进行监视 他表示 他事发后 乘两度 与父母请通电话 父亲在最后一次 通电话中 告诉他 要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要返回中国 但他母亲 你死因身体不适 在最后一次通话中 恳求他返回中国 他自二月底 便与父母失联至今 首先这小子 他就是一个骗子 他说他银行账户 有多少多少钱 那个消息 大家还记得吧 他说是花旗银行 其实大家要知道 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是不太用花旗银行的 在美国生活的 你们都知道 你们不太用花旗银行 因为花旗银行 它算是一家投行 风头的一顿 就是类似于说 你们谁会说 跟人家吹牛逼 我有美令银行 我有高盛银行的银行卡 但问题是 这种银行 它不是一般的这种 进行金融业务的 这种储蓄类的这种银行 他们这种 属于是信托银行 属于是这个投行 两回事 人家叫此银行非彼银行 大家明白这一点 所以这小子 他就是吹牛逼 他要说 自称国安的警察 这个告诉他父母 我跟各位讲 这小子 他就对中国 这一套系统 他就是在编导 国安是不会告诉你 他是国安的 你明白吧 而且国安 不会出面去处理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只有当地派出所 网络警察 网络警察 发现这个事情之后 通知当地的 他户籍所在地 以及居住地所在地的 这个辖区派出所民警 到他家里去 就是说通知他父母 但是说他编造的说 他把他父母关起来 怎么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治安管理法 是按照谁犯罪 只能说跟他父母 做思想工作 说让他赶紧回国 接受这个辅法 只有这样是可以的 不会说什么国安 告诉他父母 我是国安 不会的 我跟各位讲 你要明白这一点 国家安全部门 不会跟你透露身份的 即使很明显 他在找你问话 或者很明显的 这个他都不会当着你的面 就告诉你 他是国安的 这小子他根本就不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的这套体系 这套体系他不懂的 这个就是说很多的 有些其他的人 他也不了解 只有说像我这种 在这个体系当中待过 或者说是在这个政府 上过班的 我才知道这套程序 那还有一点 这小子他还是缺乏常识 所以说这个年少无知 两小无猜 是吧 你想想看 阿联酋这个国家 他首先 你小子肯定是侮辱这个国家 肯定侮辱穆斯林 这种小子说话口无遮难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是他 我都不会选择阿联酋去转机 但是大家要知道 恰恰是阿联酋的赌霸 他是开通这个欧美的航线的 现在你就是说东西方 你要要么就是直航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直航的话 你都是通过独霸进行转机 从独霸啊 大家知道当时那个周周坎 他也是从这个迪拜哈 这边转机 当时他不是困住了吗 转机去美国的哈 入境美国的 这小子也想 肯定是看了周周坎这个启发 他也想在迪拜 这边入境的是美国东海 可能他觉得 去华盛顿杜瑞斯国际机场 从这个口子进去比较方便 想从这里转机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阿联酋这个国家 跟中国是政治互信国家 因为他第一时间 打的是中国国药的这个疫苗 他没有 他也是美国的盟国 但是他没有选择美国的那个疫苗 也就是说 政治上是不互信的 和中国政治互信的国家 你再去转机 那你就是他妈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的这个海外相关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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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也肯定要 是吧 要让你伏法 对吧 而且再加上这小子 肯定是出这个出口 这个 侮辱这个穆斯林 这种情况 把他给逮捕了 那这个小子被逮捕 这小子就面临的被这个遣返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种境地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反正阿联酋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这个引渡条约 是吧 那你说在中国犯了事的 你不要以为在美 在美国可以怎么地 我跟各位讲 这小子他就没绿卡 也没美国国籍 也不是政治兵的 他想通过这个事情 引起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之音 等传统西方反华媒体 这个幕后的这个基金会的注意 然后呢 他呢 把自己炒红以后呢 想到美国去申请 这个贾政匹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留在美国 留在他认为的 自由民主的灯塔国 也就是说 看来这小子 这个目光是很短浅的 就是说 迟至今日 还想要这种美国国籍 我觉得是很傻逼的 现在人家有美国国籍 都他妈的想要 退掉美国国籍 为什么 税太他妈高了 拜登现在收税 收死你 连我们这种 不是美国国籍的 只是在网上发YouTube的 我们都要被他刻意百分之三十的重税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做啥 也别做这个中文爱国APP主 为啥呢 又被打压 又挣得少 又被这个刻意重税 像他们那些这个恨我党 他们只要交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就可以 但是尤其是我们 在中国大陆本土的 我们都得付百分之三十的税 非常严重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退出掉美国国籍 他还在往美国跑 这脑子就马上的让驴给踢了 所以你瞧他整个面相 就是一个很猥琐 你看那个脸上那个痘长的 他现在都没睡好 他现在都没睡好 他很害怕 内蜂蜜失调 内蜂蜜紊乱 每天啊 估计盯在网上 都在看大量的关于他个人的这个信息 看北京要打得怎么地 我说北京不远怎么地 北京你轮不到北京出手 你只是你们当地 Parisro这个辖区 通过当地的这个微博 发表的对你的这个通缉 因为大家要知道 不要认为这是什么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或者说啊 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什么共产党 剥夺人犬 不是啊 我已经多次讲过了 我原来在法国 我跟各位已经讲过这个例子 在法国啊 以前有个这个 法国的这个退役的一个忠孝啊 这个忠孝在这个 法国这个恐袭的时候啊 他去到恐怖分子手里面去把人质换回来啊 他当作人人质 对吧 然后被恐怖分子杀害了 杀害了以后 法国举过悼念啊 这是发生在我在法国手 法国举过悼念的 同时有一些人 有几个人在网上去嘲笑他 说他是傻逼啊 说他太不爱惜自己生命了 怎么能这样这样子啊 甚至傻傻傻傻蛋啊 就这样死了 因为这个是法国的这个总统啊 亲自下场啊 亲自下场干嘛 来谴责这个人 谴责这种行为啊 说你在侮辱阴烈 后来把这几个人啊 通过网警把他们给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啊 直接就判重刑啊 判重刑 这种罪啊 都很严重 在西方 我给你讲 西方的那那套司法制度啊 他对你个人的这个名誉 对你的人身这种个人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权利啊 他判的是很严重的啊 很严重的啊 呃 尤其是西方这个法律 所以是啊 理论上是不放 不这个错怪任何一个好人啊 但是你要是敢这个 侮辱这种阴烈啊 这种这种行为 你是很严重的罪 在美国也是的啊 国家英雄 你敢侮辱他 你试试看啊 绝对他妈的 这警察直接上门 美国警察上门 把那门倒开 直接把你带走啊 不会跟你任何客气的啊 呃 我觉得中国这个还太轻了啊 因为潘石屹的儿子 潘瑞这小子还在还还在逃啊 这小子 他认为他家有钱 他在海外可以逍遥啊 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中共就是都是太客气了 包括对香港的黄司一样 太客气了 按照以前像康生那样的 执政这个相关部门的话啊 这些小子在海外都 他妈得一个死啊 没有一个能能逃脱的啊 但现在啊 呃 国家对这种小子啊 不是说放在首要的啊 但是他这个名声臭了 像潘瑞这种名声臭了 他一辈子就回不了他的母国 但在海外 他的内心是饱受良心的谴责 是内心是饱受煎熬的啊 他现在可能他还是小臂嘎子 小小小小鸡卵子 是吧 他还不懂 等若干年后他就会明白 他自己当初行为是多么的蠢笔蠢驴啊 所以说像王静宇这种小子 就得把他给遣返回国啊 该判刑判刑啊 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啊 千万不能手软啊 呃 诋毁英烈 这就是要严惩不待啊 该判刑就判刑啊 这个跟所谓狗逼言论自由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这个是你的啊 你对这个国家英烈的这种侮辱 这是你的道德啊 再加上你是属于是刑事犯罪了啊 国家有刑刑法是明确这一条的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说了哈 一切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站在中华民族对立面的小臂嘎子啊 不管是谁啊 都会遭到报应啊 都会啊 这个受到潜 受到这个良性的谴责 也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说像黄金玉 像黄金玉这种小子啊 黄金玉这种小子啊 我就是 鼓掌 鼓掌 回来就是该怎么的怎么的啊 给他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看守所 我相信那些狱友啊 一旦知道他这小子侮辱阴烈啊 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啊 会好好地照顾他啊 好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老板亮 喜欢的点净 谢谢 谢谢